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伴随周深的不只有掌声和鲜花 还有外界的质疑和嘲讽 第三感受是爽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那些质疑他的人 我很优秀 通过后续报道得知 周深不仅在联合国总部现场 还接受了联合国的采访 这可不是阿猫阿狗都能享受到的待遇 而随着周深去联合国现场 不少内余明星被打脸了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前三位 第三位 纳英 对不起周深 我还是喜欢李维 这是2014年中国好声音里纳英的名言 那个时候的周深 只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没有太多社会阅历 更谈不上人脉和资源 凭借异曲欢言 他得到了三转 分别来自纳英 杨坤和琪琴 经过一番交谈 纳英拿到了周深的鸟拳 许诺要把他打造成男生版奇遇 可谁能想到 对内赛第一场 纳英就把周深淘汰了 战胜他的是目前已消失不见的歌手李维 自那以后 淘汰周深就成为了天后纳英职业生涯的舞点 每一次周深有大动作 粉丝们都会跑去嘲讽纳英一番 因为在他们看来 如果当年纳英没有淘汰周深 后者可以更早取得成功 第二位 丁太生 经常看音乐类综艺的小伙伴一定对丁太生很熟悉 这位露评人最拿手的就是用犀利的语言点评歌手 前不久 周深的新歌《顺楼》上线 丁太生第一时间发声 在他看来《顺楼》这首歌大而无大 说白了就是歌词空洞 大的无边际 不合使用 随后丁太生表示周深作为专业歌手 出道十年只发了两张专辑 这是远远不够的 他不该参加那么多的综艺节目 助长娱乐圈的歪风邪气 应该把精力放在音乐创作上 第一位 沈微风 和前两位相比 沈微风的名气要小一些 倒不是他出道时间短或者作品少 而是他一直待在幕后 教人唱歌 帮人制作音乐作品 沈微风有多个短视频账号 他经常在自己的账号里评价内于歌手 比如刘德华 陈奕迅 周深等 在沈微风看来 周深拥有足够的唱商 声音天赋也不错 但在取舍方面存在问题 沈微风曾说 伟娘这种习气 我的态度不单是不支持 而且是愤慨 如果是奥运会 你想谁上去唱 周深上去 那要女歌手做什么呢 在音乐当中 低音是多么的重要 作为男生 他是整个人生序列中中低音频的主宰 现在都放弃了 每个人都叫叫的 没有跟了 这个社会如果缺乏了低音 缺乏了阳刚之气 音乐是极不完整的男人 最重要的是有强健的B弯和宽广的凶化 在沈微风看来 周深就是伟娘 为了流量放弃男生 但让沈微风没想到的是 周深出现在了联合国总部 代表国家去现场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 你可以有自己的喜好 但也应该允许别人的喜好与你不同 周深能去联合国总部演唱 意味着他身上有全世界人民喜欢的东西 如果我们还要以自己狭爱的审美去约束他 嘲讽他 格局是不是小了点 周深能够在联合国总部演唱 这确实是他才华和影响力的体现 说明他的音乐和艺术魅力得到了国际认可 这样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的 他代表了周深在音乐领域的卓越成就和广泛影响 每个人对音乐的喜好和审美观念都有所不同 这是非常正常的 然而 当我们面对一位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才华的艺术家时 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看待他们的作品和表演 如果我们仅仅以自己的狭爱审美去约束和嘲讽他们 那么我们的格局确实显得过于狭小了 音乐是一种跨越国界 文化和语言的艺术形式 它能够打动人心 传递情感 周深的音乐能够走向世界 正是因为它触动了人们的内心 让人们感受到了公民和美好 我们应该欣赏它的才华和努力 而不是用狭隘的审美去限制它的发展 同时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审美观念是多元和包容的 不同的音乐风格和表演形式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和喜好 不应该将自己的审美强加给他人 因此 对于周深这样的艺术家 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欣赏他们的作品和表演 即以他们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多元和包容的艺术环境 年轻一代格局出定 周深演唱会的想看人数 暴露了它的真实影响力 今年的演唱会市场非常有意思啊 头部这边我们就不多聊了 周杰伦 林俊杰等歌手的影响力已经非常稳定了 今年年轻一代体育场的格局 倒是目前有了一个大概雏形 说起来 和笔者预测的差不多 今年的年轻一代体育场 主要还是看这三位歌手 这三位歌手 分别是邓紫棋 华晨宇和周深 目前还不存在谁领先谁落后的说法 毕竟演唱会公布时间不同 邓紫棋这边是已经刷了很多场体育场了 并且普遍在二级平台都是一架的状态 而华晨宇的烟台演唱会同样之前也和大家分析过 在二级平台处于高倍一架状态 最后则是周深 周深最近公布了自己的巡演具体场次 目前公布的 都是体育场 一来就开体育场 说实话 周深以及他的团队是足够自信的 并且目前的各方面人气来看 周深是撑得起来的 下面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周深最近的数据 来看看他的真实影响力 首先在首发平台方面 周深的演唱会在热搜榜上面是处于爆的状态的 这其实就彰显了平台方对周深的重视 同时也能看出大众普遍对周深演唱会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上海站目前的想看人数为32.9万人 这个数据后续还会继续增长 并且由于是排序第一的场次 上海站是有希望能够在正式开票的时候突破50瓦的 相较于其场地需要的几万人 这个数据显然是足够支撑一场演出了 只是最终的转化力到底如何 我们还需要观察二级平台的情况 深圳站的想看人数为15.9万人 相对于上海就低了一些 但是却也是属于能接受的数据 这一场演出目前还没有公布具体的抢票时间 并且由于排序靠后 所以除了离深镇静的朋友 对于很多想看周深演唱会的人而言 还是点击第一场并且点击想看的可能性更大 至于成都和贵阳两站 则是处于筹备中 具体时间还不清楚 总之 两场体育场的想看人数 已经是暴露了它的真实影响力 我个人认为 如果基于这个数据去看 周深称起一轮体育场巡演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最关键的是 周深的团队应该重视选取 同时由于是体育场队伍的新人 一定要把音响以及看台视野 这些细节问题做好 不要给人潮的机会 其实各位看笔者之前的文章就会发现 我一开始都没想过周深会全面体育场 毕竟这其中的难度有多大 我是非常清楚的 周深选择在多场体育场举办演唱会 确实可能反映出他希望 仅可能让更多的粉丝和歌迷 能够亲眼欣赏到他的表演 体育馆和体育场在容量上存在差异 体育场通常能够容纳更多的观众 周深可能希望通过增加演唱会场地和场次 来满足更多粉丝的观赏需求 此外 这种选择也可能表明周深对自己的人气和影响力 有着充分的信心 他相信自己的音乐能够吸引大量的观众 因此选择在更大的场地举办演唱会 以便让更多的人能够共享这一音乐盛宴 无论是体育馆还是体育场 周深都希望通过自己的音乐 为粉丝们带来难忘的回忆和体验 他的努力和付出 以及对粉丝的关爱和回馈 都让人们更加期待他的演唱会 并相信他能够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 同时 以期待周深在未来的音乐道路上继续前行 为粉丝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难忘的演出 并且 团队必然是做了数据分析的 体育场动员人数高达几十万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 敬请关注